我们来谈有意义的秘密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秘密 就是在这舞台上的每个角色 不建议你用系统给予的名称 比方说这只猫咪 通常它前面出来的它是一个英文字 那建议你会给它一个比较好识别的名字 像我这个一个角色是数字123 所以我这边是数字 那背景的这一个部分 背景1 背景2 背景3 甚至你可以背景开始 背景什么 那我现在有三个关卡 我就给它背景1 背景2 背景3 那么回到我们程式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就是方便我们去除错 或者是我们在看我们程式之后 有时候可以变得更精简一点 那变数也一样 请你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变数 请你把它改 比方说我想要把它换成关卡好了 为什么要换成关卡 待会儿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假设我们这一只猫咪 这是数字 那猫咪一开始的时候 7子来 那变数的地方 我们关卡设为什么 一开始是第0 或者是第一关 我们关卡把它变成1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背景要怎么办 建议你这个时候你可以 试试看这样子做 就是你可以广播讯息 广播也一样 要有 要有意义 比方说我广播关卡1 广播一个新信息 比方说我广播是 关卡1 广播关卡1 那关卡我设为1 广播关卡1的时候 这个背景会怎么样 当他接收到 关卡1的时候 我们外观切换成什么 背景1 那关卡2呢 我们可能要继续做 假设我们讯息 你要新的讯息 2 那他这边 程式的地方 你就可以复制一个 2 那这边到关卡2 他背景是什么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做 一个程式的判别说 我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在除错的时候 你就很好去判断 那示范到这里的时候 也许会想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举个例子 如果我这段程式改成这样 我有三个关卡 怎样 我重复三次 假设我每个关卡是30秒 现在我不要 我假设每个关卡是3秒就好了 你可以设定我每个关卡 假设是30秒 重复三次 这样广播你会重复这个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什么 运算来做 组合字 这个是什么 我们刚才要关卡 然后把变数拉进来 变数1他就关卡1了 变数2他就关卡2了 变数3他就关卡3 我们是不是一个积木 就解决了三个广播 三个广播 那你说这里有什么 123这边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我这边也是不是123 对不对 那我们的程式也一样 当你接收到 控制这边 当你接收到什么 关卡1的时候 我的背景 你来看一下 造型它换成什么 我们直接可以换成1 那如果是2呢 就造型换成什么 2 那如果是3呢 它就要换成什么 3 这没有3 没有3 你要回到广播那边 事件这边广播这边 新增一个讯息 叫做什么 关卡3 好 讯息给它新增下来 这边就可以选择关卡3 但是我们并没有实际去怎么样 使用广播这个 这个关卡多少 我们是用积木去组合出这个字串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会不会随着状况再改变 好 我们把猫咪拉开 这个数字 放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7字按下去 好 1 这边少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变数没有改变1 每隔3秒要改变1 每隔3秒改变1 再来一次 一开始1 变成2 背景也改了 数字也改了 好 3 好 这样完成 我们这样使用 有意义的变数 好 有意义的 角色有意义的名称 好 有意义的名称 然后 背景也一样 广播也一样 变数也一样 好 记得 建议你这些东西 做成有意义的名称 你在除错上 或者在城市积木上 你可以更精简 更 做得更好一点 这是有意义的 命名